一般人面对病痛都是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马来西亚中医师何志伟认为 人其实是一个整体的概念 透过按摩脚步可以减缓甚至预防很多的疾病 他在普总静思书先分享 教导如何做好逐步的保健 探究病痛原因以及如何做好逐步保健 由神经内科及古商科主修医师何志伟 在马来西亚普总静思书学与慧众分享 我们反对暴力式的去再次制造二度或者三度的创杀 那么如果是急性期 也就是刚扭到在20小时里面 我们就用冰敷然后用夹压包杂 就可能你拿到一块布和毛巾 甚至一个弹力的绷带把它捆紧 目的是阻止它的内出血 一直以来我们的爸爸妈妈 甚至我们的婆婆 我们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扭上了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大力的去戳它 现在原来发现原来是不可以 根据何医师 足部是人体构造的基层 也是健康的基础 所以穿鞋也有一番学问 选对鞋具才不会给身体带来负担 鞋具的要求首先不能过硬 我们现在大部分都踩在硬的地面上面 如果我们还选择鞋 比方说高跟鞋或者是我们一些很硬的皮鞋 那它的破坏性 可能骨头的错位或者是歪曲 进一步的加剧了我们刚才所说的 各种内脏的问题 甚至是各种身体上的疼痛 身体功能衰退 日趋年轻化 足部保健不容忽视 专家建议加强体育锻炼 才是保健的长久之际 大爱新闻 这是上美志工 叶碧仪 许国进 马来西亚报道 我们下期见